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慈聘三國 又一款最新的三國手遊 為什麼旭哥要說又呢 為什麼 今天來講這個遊戲 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角陣 這遊戲最多的禮拜碼 兌換教學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在這邊 那開局就有這個最速的手抽可以無限刷 那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角也會分享給他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要抽什麼神角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最爽的轉蛋都在這一集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 那開局呢建立一個角色 那這個遊戲看起來蠻復古風的 拿到一個武將 這個少年馬超 稀有 那這個怎麼速度好像有點慢 好沒關係 點擊上陣 然後開戰 恩這是一款 很復古風啊 連玩法都很復古啊 建議他可以直接開 兩倍速會比較好 那他前面還要看教學啊 現在這個這種玩法已經不流行啊說真的 最好不需要這麼麻煩啊 但也沒有耐心的說真的 虛哥也玩了可能上千款手遊了 這種玩法可能真的不流行 可以換一點新的花樣比較好 會比較快速 前面就是掛機然後挑戰敵將 沒有這個馬超 好那虛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碼 詳細的對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外面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呢在畫面的中間邊右邊這邊 有一個對話碼 在稱號旁邊有個對話碼 點進來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然後就輸入這個禮包碼 VIP 然後 666 欸他系統那個還擋到 系統訊息可以不要擋那邊 VIP666按兌換 就兌換成功了 建議他這個可以改一下他這個 系統會直接擋到那個兌換碼那邊 有這個一星神裝 你看他這檔案輸入序號這邊有點瞎 我們是不需要看到這個的啦 輸入這個VIP 777看看 不行只能VIP666是不是 VIP1888看看 也不給換只有VIP666給換啦 好 那就這樣吧 我們就VIP666領起來 開局領神裝 還有這個馬操可以拿 馬操可以給他 裝個裝備 好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這個遊戲 這個無限的轉蛋 10連抽就是 最快速的無限刷手抽 必須要到達這個20級之後呢 就可以在招募這邊 進行無限的刷 那就可以說到好用的這個神角 那在旭哥的後面的影片呢 這個部分會講這個 T0最強的神角陣容在後半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要抽什麼角色 旭哥會在那邊會推薦 所以20級之後大家注意一下這個無限10連 可以這個贅速手抽 無限刷 那開局的話呢記得來這邊抽一抽 拚一下角色這樣 能不能抽到什麼好用的神角 當然可以無限刷是最好的 好那這個轉蛋池 它是 怎樣 鏡子在那邊 好總而言之呢 這個無限手抽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可以說到你想要的神角 可以無限刷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由官方認證啊 T0最強的神角陣容 這個伺服器是有點好笑 竟然連圖像都沒有顯示出來 有點搞笑 那這個陣容呢 由魔董卓 神趙雲 曹操孫策還有姜維 這個姜 是這個姜嗎 一般不是用那個 一個美人的美再加那個女在那個姜嗎 這個姜不是 那個辣椒生姜 蔥姜蒜的那個姜 好像不是這個姜吧 好沒關係 陣容是由魔董卓 神趙雲 曹操孫策還有姜維組成 那各個陣營都是最強的神角 有爆發有輸出 那直接就是秒殺對方 這個混合陣容 接下來有這個魔陣容 由魔董卓 魔呂布 魔貂蟬還有魔夢霍 以及魔張角組成 都全魔陣營 那董卓算是全能型的角色 攻守兼備 那算是很不錯 呂布的話就是爆發輸出 然後殘血增傷還可以收割 還有這個免疫 可以逆轉戰局 免疫傷害 那魔貂蟬呢 奶媽 通常貂蟬在這個遊戲在所有的三國遊戲基本上都是奶媽的角色 就是奶都會蠻大的這樣大概都是這種玩法 然後治療嘛然後補血 頂級奶媽 那魔夢霍呢就是 附加詛咒 上一些debuff的效果然後搭配魔呂布 然後也可以當作一個坦來使用魔髒角 一樣有這個buff的功能 算是蠻萬用的 萬金有角色 萬用角叫做萬金有 輔助 免控免傷 然後buff攻擊 這個是魔陣營的 然後剛才有一個混合陣營的 接下來講這個神陣營的 由神趙雲 神馬超還有神孫堅 神神奇還是神華陀 看起來都蠻神的 那核心呢又是神趙雲神馬超和神針雞 那有強大的輸出能力 神趙雲嘛 然後可以造成三連擊 然後沉盾的傷害迅速壓制對方 那神馬超的話呢可以控場 然後可以就是 有這個極大的優勢讓對方無法行動 神針雞 就是輔助 一樣針雞在這個三國手遊通常都是做奶媽的角色 一樣也都是奶蠻大的 就算你玩三國之幻想大陸還是什麼都差不多 都是 蠻奶的角色 那華陀更不用說了華陀是醫生嘛一定是奶 當作奶爸來使用不能說奶媽應該說奶爸 輔助型的角色 那孫堅的話呢就是這個可以輕debuff 然後可以這個 算是一些輔助用 神孫堅蠻好用的 這個就是由官方認證啦 T零最強的神角陣喔 那官方的認證的基本上是最準的因為 遊戲是官方設定的嘛 所以他把什麼角色的設定的特別強的就是由官方來設定 所以官方認證的準確度基本上是最高的 那旭哥就分享了這個 官方認證T零最強的神角陣容 那其他還有這個 五陣營推薦 吾國 蜀國 衛國 這邊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參考 那旭哥是推薦最神的陣容給大家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啊一樣是一款這個小品的三國手遊最近三國手遊啊非常的多啊多到一個不行啊 好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都在頻道好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了